这个最近啊 马云拒城市数字码之后又出一个大招 他要把这个交通收费站取消了 这个牛啊 大家都知道 这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 总会堵到这个收费站啊 一个一个的收啊 但是马云现在跟全国交通收费站进行达成合作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别那么人工收了 你还得给人家工资啊 还得一个一个收 多麻烦啊 你那个电子眼的话呢 也麻烦 我呢 跟你合作就不麻烦了 我们把汽车和交管局的所有的收费标准啊 然后呢 每个汽车上现在不都有这个GPS吗 然后的话绑定到支付宝上 你这回就好了 你这个车不管开到哪里 全部自动的扣费 你这个牛啊 这一下子要全国所有的收费站呢 都傻了 这种收费站的工作人员说 说你是智能化了 但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呀 谁来养我们呀 可是智能化社会 这些人是说了 说未来的社会就是智能化的 我不能因为让你们来工作 留你们有这个饭碗 我们就阻碍了我们当地的智能化社会的发展 再有一点 北京啊都在办这个进京证 大家都知道 说有的人说了 说马云啊 你有本事啊 你把这个交通收费站 你都给统一了 都给智能化了 都给把那个车上那个号啊 和你这个支付宝号 还有交通三者呢 都绑定在一起了 这个技术啊 非常非常的牛 那你能不能够把进京证啊 这群人 这些吃闲饭的人都给我捅了呢 你现在看一看 办进京证的这些人啊 还得排号 还得安检 然后的话呢 一周得一半 然后天天天天得排三小时 你这不是扯吗 所以啊 我想对所有所有的智能化的工作者说啊 你要想智能化 今天交战 明天收费战 后天的话呢 进京证 你就一次性把它给它清理了 就得了啊 别区分化 说这个区域有 这个区域没有啊 河南有 山东有啊 安徽就没有 东北就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当地人不智能化呢 还是你的智能化无法实现呢 还是人为的干扰呢 我现在也有一个怀疑 就是这个技术可以实现 但是这个交通站 收费站 这个事儿 能不能实现 这还两书啊 这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如果单纯的技术 那我们很多很多领域 全部智能化了 但为什么不能智能化呢 比如说连通 比如说电信 比如说某些领域 那都多少年了 一直在垄断 那你怎么没打破呢 比如说医疗吧 是不是 我是孙文贺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 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社会智能化 被谁阻奈了 针对于社能化的 这个收费站 能不能够被正式的取消 我们还拭目以待 谢谢